近期人民币持续快速升值引发各方关注 在全球疫情持续的大背景下 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原因是什么 会对中国经济、金融市场和民众产生哪些影响 未来走势又将如何 10月16日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 首席经济学家谭雅玲 接受中心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 对此进行权威解读 刚刚过去的三季度 在海人民币对美元涨幅达到3.89% 为2008年一季度来最大单季涨幅 泰雅玲表示 本轮人民币升值起于6月 至今并未截止 他认为人民币升值与当前中国经济向好 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很大关系 刚才讲到的指标 就是中国经济是现在唯一正增长的一个国家 那么这样的人们对人民币的经济的信心增强 也是货币升值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 第二个角度 还是跟中国的改革开放有比较重要的关系 尤其是我们证券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开放度 第一速度比较快 第二规模和效果相对比较好 所以引起国际上的投资者的关注 和一些政府对中国发展的这种参与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的 谭雅玲同时指出海外市场也对人民币升值产生重要影响 不排除海外有借题发挥的刻意性 因为借助了中国比较良好的势头 又借助中国开放的这种效果 所以主观上刻意的推高人民币的这种嫌疑还是不能排除的 而这种刻意推高人民币可能对中国内部本身 它可能产生的不良 它的滞后效应还是应该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 谈及人民币升值是否会导致房价上行 泰雅玲指出 中央对房地产调控基调是房子适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而且非常坚定 因此不必担忧 所以中央这一轮的宏观调控 是非常坚定房地产的定位的 而这种态势基本上已经出现了 现在恐怕没有人再去想用房子来发家致富了 这个论点现在已经基本上去除了 其上有房子的人也在做这方面的准备和应对了 泰雅玲表示 人民币升值与股市也没有直接关系 目前看来 本轮人民币升值并没有刺激中国股市 这一轮的人币升值并没有刺激中国的股市 中国股市还是在3000点3200点之间迂回 所以它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汇率是对外关系的一个价格的权衡 而股市是对内资产和经济基本面 或者企业发展的一个基本体现 它两个的侧重是完全不一样的 泰雅玲指出 当前美国大选 中美贸易 新冠肺炎疫情等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这些都会影响人民币汇率 其中长期走势现在不好判断 中美贸易 时代部 dall未卫 今晚的装置